各位弟兄好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奇迹操练宽数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研读的章节是正文的十四之五 救蜀之源 这个奇迹客人因为他都是用的这个基督教的一些词语 那这个救蜀当然也不例外 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用词 那有时候在课堂上就会有同学问我说这个 这个救蜀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当然我们从奇迹的脉络来说 可以给他一个就是标准化的定义 不过如果参照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来说 当我们现在那种痛苦啊 追究啊恐惧啊愤怒里面 然后几乎是无以自拔的时候 那像奇迹或宽数能够快速的把我们 就拔出来 我想这个应该就是那个最直接的体证 就是什么是救蜀 好那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第一段 第一段第四句呢 他说你岂能拒绝上族被人了知的渴望 以你对他的思念不亚于他对你的思念 好那这两句呢 请你不要从这个文字上的意思直接去读 好那 呃 其实他所谓这个思念 好呃 你可以回想前面证文有一节 也叫做爱对爱的吸引力 好 attraction of love to love 好 就是说 呃 如果我们的本质跟上主的本质都是爱的时候 这个爱 互相之中就会有一种 呃 很直觉性的 很强的一种吸引力 好 好 那这个也没有办法用头脑去理解或解释 好 那 为什么说不要从 直接从字意上去理解 因为 他这个思念好像暗示的是说 呃 上主知道你离开了他 他发现你离开了他 好 但其实这件事并没有发生 好 就是奇迹所讲分裂其实并没有真的发生 好 在上主的眼里呢 你 依旧仍然 好 原本就是跟他永远的在一块 好 所以这个思念其实应该讲的是一种吸引力 好 就说上主他 对你有一种 有一种吸引或渴慕 然后你对上主也是如此 好 接着我们看下面的第二段 第二段他说 每个人在救赎计划里都负有特殊的任务 这个救赎计划当然是 拯救我们也拯救所有的弟兄 因为我们毕竟都是一体的 都属于同一个心灵 好 圣灵的救赎大业 好 那这个特殊任务 好 很多人可能问说 那奇迹课程不是反对特殊性吗 怎么又有特殊任务 好 如果按照奇迹的麦罗来说呢 这个特殊的任务应该是指 嗯 课题可以千变万化 课题可以千变万化 形式可以很多 好 但你看他说每个人领受的讯息是同一个 也就是说 你要从圣灵那边去领受的讯息 所有的课题其实都只是一课 好 就像那个27章第八节 那个梦中的英雄最后面 他就讲说其实只有一课 而且那一课你把它完美的学成之后呢 就只是那么一课 那你就完全的解脱了 对 那讯息只有一个 就是上读之子的纯洁无罪 好 就上读之子的纯洁无罪 好 但这个是一个合一的讯息 好 那如果是定罪的话就是分点 好 这我们前面有讲过 那接着他说呢 每个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传达这一讯息 也会从不同管道学到这一讯息 意思是说你会从不同的课题 进去学 有的人是从身体的课题 有的人是从人际的课题 但是都没关系 最后你学到一定是同一件事情 好 就上读之子的纯洁无罪 那既是纯洁无罪的 也就没有与上读分离 那他也就是完满的 也就是圆满的 那在他边教边学之前 内在必然常有任务未了的一种 隐痛或者 就是一种缺憾感吧 那这个缺憾感 常被投射在这个世界上 让你觉得说好像 你可能是 不管是钱赚的不够多啊 还是说 这个 这个地位不够高啊 或者说想要完成的事情 在死前 心愿未了 好 就那种缺憾的感觉 就是说 当我们这个 就是说 没有去完成这个宽恕的任务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觉得 好像有什么地方 不太对近的那种感觉 好 即使外人看你很满满 外境看起来很圆满 依然是如此 好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第三段呢 他说 你是深受天父祝福的圣子 他为你创造了喜乐 凡是上主祝福的 谁能定他的罪 凡是活在天心之内 必有上主的纯洁无罪 一切造化 都是那完美圣洁的本体的自然延伸 好 也就是那个圆满的 好 纯洁的天父 好 那个爱的本体 他自然而然的就是这样子 会延伸出去 好 因为爱的那个特质就是给出 好 也是一种无条件的给出跟分享 好 就这个延伸呢 跟他那个推恩 好 推恩是同一个字 好 在英文里面是同一个字 那他前面几句呢 好 上主祝福的谁能定他的罪 我们也可以用比较强烈的表达方式 就是说 弟兄的纯洁无罪 你的纯洁无罪 是由上主来做担保 那既然上主都这么担保了 那到底是谁还在定罪 好 这个就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第五段 第五段那个第五句之后啊 他说有谁不希望由痛苦中解脱 即使他尚未学会如何以无罪来取代罪疚 也不明白 为了这样取代才有摆脱一切痛苦的可能 然而尚未学会这一课题的人 特别需要开导而非攻击 你一旦攻击那些有待学习的人 便再也无法从他们身上学到任何东西了 好 那这个 这种攻击啊其实有时候蛮隐为的 好 那可能会变成一种好为人师的做法 或者说变为一种去边撤 自我边撤的做法 好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还蛮重要的 就是去认出各种各样形式的攻击 好 包括像他这边所写的 这很显然是一种 卫装成小我的一个圣灵 卫装成圣灵的一个小我 刚好讲反 卫装成圣灵的小我 也就是说好像看起来是在教人 其实是在攻击别人 好像是要纠正 但是那个攻击其实是在里面的 好 那他这个 这开导其实是学习啦 尚未学会就是需要学习 需要教学 而不是攻击 好 好 那 所以不要因为任何 看到任何的小我 就前去要攻击他 好 而是应该要退回来 然后再 重新下一次愿行 好 重新的再宽锁一次 好 那接着我们往下看呢 第六段 第二段的第三句 他说 这部课程不会自想抵触 教学的形式虽有万千 目标永远只有一个 好 好 那记得我刚开始 大概头几篇的读奇遗课 的时候 整本书一千五百多页 好 那 那 当然他的那个整个理论架构是很精辟 但是我还是觉得 好像有那么五六句话 我就觉得一定是他写错了 一定是有一些问题 自相矛盾 结果很奇怪是过几年之后呢 我再也找不到那 那五六句话到底在哪里 好 那显然是我自己当初的那个理解 是错误的 好 是错误的一个解读 那他说呢 那教学的形式虽有万千 目标永远只有一个 好 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讲到的 那个课题 可以有不同的形式 好 这是他所谓教学的形式 但是目标只有一个 好 就是救赎 就是看到 纯洁无罪 好 本质的那个纯洁无罪 好 那你为他付出的每一份心血 都会将你导向这一个目标 也就是由罪就有种解脱 好 这个写得很清楚 好 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怎么老 在宽恕同一个课题啊 然后 甚至有好一段时间好像一直都没有进步 好 但只要你 学习的方向正确的话 好 但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需要自我反省 好 就是说到底有没有进步啊 然后 学习的方向 甚至学习的教材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 学习的方向正确的时候呢 呃 其实每一回的宽恕都会 帮你把这个 像这个上主那边再推进一些 好 每一份心血都会将你导向这一目标 也就是由罪就中解脱 迈向上主即一切造化的 永恒荣福之境 好 好 接着我们继续往下看到 第七段 第七段呢 他终于讲到这个标题 这个救赎之源 好 在最后面 好 救赎之源 那这个救赎之源呢 我这次去 去读他的那个体会 好 他说他既无边界 亦无止境 好 其实应该指的就是我们的心灵 或者更 更好的讲 应该是那个灵性 好 就是我们的灵性 我们的自信是既无边界亦无止境 好 那 每带一个人进入这个安全 宁静的圆 便会更加确信自己逼在圈内 好 那讲这个圆或者圈就好像有一个界限 那他特别提醒你 他是没有边界的 好 因为不管是上主或者我们的自信 都是既是永恒 也是无限 好 好 那我们只能跟弟兄一同进入 好 好 那 要不然就是一同都在外面 好 这个是他要讲的观念 好 下面我们还会 继续看到 那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 每多宽恕一个弟兄 也就是说你在宽恕上的这个 这个信心跟怨心多增加一分 好 就会更加确信自己是 在那个圈内 好 好 那我们翻过来看一下第九段 第九段那个第七句 这句蛮重要 他说 切莫相信自己不配传扬上主那完美平安的讯息 好 那 奇迹课程好像跟一些宗教不太一样的地方 其中之一是说 他不太会去讲说根器的问题 上根立起还是下根器 这好像都是我们自己在讲的 那奇迹他的意思是说 因为每个人都上主之子啊 所以 怎么可能说有任何人他 不具有必备的根器 好 怎么可能有任何人是不配的 好 不可能有这个不配 好 所以我们要小心这种不配得的这种 小五的信念潜入到我们的心灵里面 好 好 那事实上 也可以说 没有不能 只有不愿 好 八个字 没有不能 只有不愿 好 领会看看 好 接着我们看下面第十段 第十段呢 他说这个 十字架对救主 但也一无所用 好 那这个当然是 对着这个基督教的教义而来的 好 因为基督教的教义 就是讲说这个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 好 他撒了他的宝血 就是为了要赎我们的罪 好 也就是说 耶稣他没有罪 可代替我们人类的罪呢 好 包括这个原罪 好 然后 他接受惩罚 好 那当然以奇迹来看的话 这是荒谬的 好 而且最起码有两个问题 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是说 呃 如果是我们的罪 为什么不是我们去承那个罪 好 承受那个罪 那个罪罚 好 那再来是说 我们都以为 我们有一个很很大的误区 好 以为说这个 呃 定罪 然后 惩罚之后呢 就能把那个罪消掉 好 但实际上我们惩罚一个人 呃 惩罚一个人的时候呢 反而会把他这个罪 给加深了 好 而且把当真 好 当的越真 好 因为他如果没罪的话 你干嘛惩罚 对吧 所以你惩罚就表示 你认定他是有罪的 好 所以他后面特别提醒你 只有复活才是 我的救赎任务 也就是只有宽恕才是我的救赎任务 好 好 那实际上你去真的去读读这个新约圣经里面的耶稣啊 起码大部分时候他的讯息都是在讲爱跟宽恕的 而并不是在讲这个罪与罚的 好 而且即使到最后他被钉上十字架 他的意思都还是说 他愿意宽恕那些 把他送上刑场的那些弟兄 好 他的意思都还是这样 好 只是说后人 好 就包括像保罗啊 好 还有后来的一些神学家 就把耶稣的讯息啊 彻底的扭曲了 好 把他扭曲到 很彻底啊 因为正好是他的反面 好 人家是讲宽恕 但你却是讲这个惩罚 好 罪与罚 完全的不一样 好 他说复活象征着你的无罪本质 已将你有罪就解救出来了 好 所以这其实都在讲宽恕 好 宽恕才是导向复活 好 为什么呢 因为凡在你眼中有罪之人 你必会把他钉上十字架 好 那凡是在你眼中无罪之人 你才会还他清白 十字架永远都是小五的最终目标 好 那这十字架呢 既是讲攻击 也是讲死亡 好死亡 好 每一个在人在他眼中都是罪孽深重 他必须先给他定罪 才好痛下杀手 好 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过 好就是这个罪 好小五这个定罪 他最深刻的那个 罪的原型其实就是死罪 好 那而且是唯一死罪 好 那对小五来说就是 他的目标就是不断去定罪 然后呢 执行杀戮 好 那因为这个定罪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个自我定罪 好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走过死亡 好 而且在轮回的过程中一再经历那个死亡 也就是这么来的 好 好 那接着是下面这个第十一段 这节文字其实挺好的 好 那读起来 很舒服 好 那 那 呃 在我们内在有罪疚的时候 也可以多多这些文字 来有个清洗的功效 好 嗯 因为我们跟弟兄是一体的 属于同一个心灵 所以 呃 如果是进入救赎的话 一定是一起进去的 如果呢 是 你愿意去定罪他的时候呢 那也就是你愿意把自己秉除在救赎之外 好 好 那一样的好 我们这一节的这个 呃 搭配的实体课 好 会来进行深入讨论呢 那我们是在两周之后 呃 进行 好 那 呃 也很感谢就是 在 呃 今年的过程中 那个 呃 给我们有所赞助的弟兄或者是团体 好 那 也是因为有你们的赞助呢 我们这个 呃 呃 录音呢 还有录音分享这个计划呢 才能够这么稳健的走到今天 好 那如果说你觉得 这个 我们的录音呢 讲解对你来说 呃 有所注意的话 也很欢迎呢 呃 给我们一些赞助 那可以在我的网站 或公众号找到赞助的信息 谢谢大家